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猫哥哥看世界 哈喽,各位小伙伴,这一次我们紧接着上一集 看过上一集的侏罗纪公园的小伙伴 一定会对昌龙的恐惧,还有霸王龙的霸气深深的着迷 那么第二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哦 我们一起看片吧 故事发生在侏罗纪公园恐龙跑出来三年以后 一伙神秘人打开水底大门来到废弃的拉布拉尔岛 他们驾驶着潜水艇在水里寻找暴猎龙的遗骸 当他们割下暴猎龙的骨头 巨大而又神秘的黑影从他们头上而越过 这时我们来到神秘人小黄这里 他正在岛上控制着水底的大门的开关 与此同时直升机影从水里打捞起割下来的骨头 画面一转,在潜水艇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蓄围盆的大口 于是潜水艇触 岸上的小黄正在联系潜水艇 接小黄那次升机发现了恐龙 不停的给小黄暗示 戴着耳机的小黄 懵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直到他看到的霸王龙站在他面前 瞬间就像男主角一样 小黄开启了博尔特的狂奔 当他越过每一个障碍物 当他跳过这升机扔出来梯子时 我们还以为他就是男主角 我们的男主角小黄在梯子上也正高兴的时候 突然从水里跃出的超龙一口咬住到他 于是小黄出,看来他不是男主角 画面一转,电视上正在介绍岛上火山即将爆发 岛上的恐龙将再次面临灭顶之灾 美国参议院也在决定是否拯救岛上的恐龙 他们的讨论中认为上帝跟恐龙灭亡了 那么他们就应该从哪里来 就回到哪里去 就决定不再拯救他们 与此同时我们的女主角克纳尔也正在矫尖了之拯救恐龙 听完国会决议的布纳尔大师所望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接到了自称米尔斯的邀请电话 是本杰明洛克伍德一场管理人 本杰明洛克伍德可是侏罗区公园的创始人之一 克纳尔急忙前往本杰明的庄园 站在庄园古堡前克拉尔被古堡奢华大气折服 古堡内就像个大型恐龙博物馆 在这里见到了一场管理员 密尔斯和本杰明先生 本杰明是当年从琥珀中提取恐龙记忆的两人之一 另一人是已经逝去的约翰哈蒙德 本杰明已经90岁了 常年瘫痪在床 心中对于自己创造的恐龙充满了惭愧 他告诉布纳尔可以拯救恐龙 而且会诡异他们新的庇护所 新的海岛 恐龙身上都有追踪去 需要克纳尔的密码登录找回恐龙 同时密尔斯特意提醒找回最后一只迅猛龙布鲁 离开了古堡 布纳尔去找前男友欧文 他是迅猛龙训练师 同时也是真正的男主角 两个演员家一见面就斗嘴 布纳尔要欧文一起去把迅猛龙找回来 欧文还有点斗气 没答应 晚上欧文看见训练迅猛龙的视频 想起一个不如 小时候 第二天 布纳尔带着女兽医和助理眼镜男一起上了飞机 欧文又上了飞机 坐在了后面 一行四人来到了即将火上喷发的拉布纳尔岛 布纳尔兵 威特利接待了他们 欧文十分不满 不如的奖金 布纳尔和眼镜男拔腿就跑 他们找到了梯子往通风管道里爬了 其实我在想什么这么容易找到出口还被困 重爪龙血盆大口也钻了进来 布纳尔打开了管道闸钻了出去 两人还没缓口气 就看到外面三崩地裂 男主角欧文正在与恐龙一起参加马拉松大赛 随后 布纳尔和眼镜男毫不犹豫的加入进来 此刻比赛你罪我管 布纳尔和眼镜男钻进了游览车 想超车 游览车门却被关了 欧文没机会上车 这时死肉恐龙流龙加入 他现在是第一名 还没有作文宝座 威武的霸王龙出来了 把他压倒在地 证明了霸王龙才是第一名的选手 可是游览车没有停下来 与欧文一起出熊崖边滚进了海底 游览车进水沉落了海底 欧文用刀打开了门救出了两人 三人逃出后 发现了撤离恐龙的直升机 便躲起来想伺机上船撤离 现场他们发现了兽云里 和正在收集恐龙牙齿的威特利 此时岛上的火山彻底的喷发 他们只能快跑登船 布莱尔抢了一辆卡车 欧文接住所摔倒的眼镜蓝 布莱尔一脚油门把卡车飞上了船 在船上三人看到了悲惨的长颈龙 消失在炙热的火山灰里 此刻庄园古堡的米尔斯 见到了拍卖师 告诉他不仅想拍卖恐龙 而且想把恐龙精英改造成为杀人机器 同时已经制造了新一代的恐龙 暴略迅猛龙 我们在此就称他为暴猛龙 此刻谈话都被小女孩梅西听到了 并告知了本杰明 船上趁乱上船的三个人 找到了女兽医 她正在想给迅猛龙制枪伤 需要霸王龙的血 于是欧文和布兰尔又借到了任务副本 给霸王龙抽血 经过了一番的搏斗 布兰尔成为了史上第一个奇霸王龙的人 梅西来到庄园古堡地下的实验室 看到了欧文训练迅猛龙 对欧文产生了好管 同时也偷听到了吴博士和 妙斯想用布鲁DNA改良 让迅猛龙更加听话 好卖出更好的价格 躲起来的梅西被恐龙吓到尖叫 妙斯发现后就把梅西关了起来 同时管家通知妙斯 本杰明找他 本杰明知道妙斯在干坏事 要他自首 妙斯却吓毒手杀了本杰明 画面一转 船已经靠岸了 眼镜男被误认为是工人 被叫去当了帮手 欧文和布兰尔也被叫去 开启了汽车运送恐龙 他们发现恐龙被印到了庄园国宝 欧文他们准备报警 举报 非法贩卖动物 却被威特尼抓住 关了起来 梅西打开了房间 逃了出来 却发现外公死了 看到外公手里的相片 居然自己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 在地牢里 欧文引诱银河龙的铁头 撞开到地牢逃了出去 路上碰到了梅西 梅西看过他的视频 对欧文有好感 便跟欧文走了 三人偷偷的来到了拍卖会现场 拍卖会现场 各路名流富豪都来到了庄园 恐龙拍卖会开始 拍卖时喊叫声中 已经卖出了两亿美金 这时暴猛龙登场 训练后的暴猛龙就是杀人机器 红外枪指示到哪里 他就会攻击哪里 这时吴博士都战船反对 因为他只是个试验品 但是梅西已经被金钱冲荒了头 欧文看到这个恐怖的暴猛龙 发誓一定不能让他出去 欧文便偷偷的放进铁头哥明和龙进会场 会场上人们像宝宁球一样被击飞 此时爱收集牙齿的威特尼发现了暴猛龙 对他打了三针麻药倒地 威特尼进去牢笼收集牙齿 却不想被撞碎的暴猛龙 OVER 暴猛龙从没关的门走出来 拍卖时看到这一幕 偷偷的溜进了电梯里 最后一刻电梯门关上了 拍卖时松了一口气 却不想暴猛龙尾巴扫开 拍卖时于是 触 此时欧文布莱尔梅西三人被密尔斯发现 密尔斯告诉梅西是本杰明怀念自己女儿的克隆人 梅西听完很震惊 这时暴猛龙出来三人逃走了 吴博士准备带着样品离开 眼镜男偷偷地给吴博士注射了麻药 随后为了应付赶来的保安 兽医女释放了迅猛龙布鲁 保安被布鲁杀死前射穿了毒气氢化氢 眼镜男和兽医女在控制中心发现了毒气泄露 欧文上人为了躲避暴猛龙逃入了博物馆 躲在博物馆的欧文上人被暴猛龙发现 梅西跑开时的尖叫声音不小心吸引了暴猛龙 暴猛龙一路追击跑到了屋顶 腿被抓伤了布莱尔要欧文去救梅西 单小的梅西躲在自己床上不敢出声 暴猛龙从阳台进来危机时刻 欧文拿着步枪进来压制了暴猛龙 可是欧文是个三秒男打了几枪就没子弹 暴猛龙起来就准备扑过去 好在迅猛龙步鲁及时出现 又一次挺身而出 爬在暴猛龙的背上就是一阵啃咬 欧文和梅西撑乱逃到屋顶 暴猛龙又追上来 站在屋顶上与欧文梅西对峙 这时乌兰尔拿着红外枪瞄准了欧文 暴猛龙一个反扑 差点掉在三角龙儿的龙角上 这时一道闪电劈过 迅猛龙步鲁一个月身扑倒到暴猛龙的身上 与暴猛龙一起掉了下去 暴猛龙被龙角穿身而死 迅猛龙步鲁看了看现场就离开了 三人从屋顶下来后 见到的女兽医和眼镜男 女兽医和眼镜男告知毒气已经泄露 被关的恐龙都要死了 布朗尔准备释放了恐龙 欧文还提醒现在不是在岛上 布朗尔犹豫了一下 还是不释放恐龙 可是这时大门却被打开了 原来释放恐龙的是梅西 决西知道了自己生死后成长了 梅西说了一句意味生长的话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命 米尔斯准备逃跑 突然发现恐龙涌来 他被踩死 赶紧躲在车下 躲过一劫后 一出来却被霸王龙和牛龙分撕了 此时 欧文又碰到的迅猛龙布鲁 欧文告诉他可以给他安全 可是布鲁不想回牢龙 便离开了这里 结尾就如同参议院听证会所说 潘多纳模糊的开启 人类世界将被迫接受与恐龙共存 这样的结果 早在基因科技发明之前就已注定 片尾迅猛龙布鲁站在人类生活区咆哮 新的侏罗基时代已经来临 每一个点了订阅的人都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第一次做视频我会努力的 感谢观看